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百米之外的阴冰和罗沙之外 再没有别人了 刚才和我说话的是谁 为什么他的声音那么熟悉 这个声音我听过很多次 我敢肯定 我绝对在哪里见过这个声音的主人 只不过我一时间却是想不起来了 行了 不用找了 如果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的话 你看不见我 引到女声又一次想起 说 好了 没时间了 可把你身上发销印拿走 有那个东西在 我无法上你的身 更帮不到你 我瞬间警惕 听着女子的话 她似乎不是个人呢 我瞬间头皮开始发麻 犹豫了一下 问他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现在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拿走发销印的话 我根本帮不到你 你只能被这些阴兵打个魂飞魄散 女子似乎犹豫了一下 紧接着 她的声音又一次在我心中响起 如果你愿意赌这一把的话 那你不妨相信我 太多的 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 你只需要知道 我不会害你 我沉默了 这一把要不要赌呢 我看了一眼 那些阴兵 忍不住苦笑了起来 恨不得抽自己几巴掌 情况再坏 还能比我现在更坏吗 被这些阴兵给整死的话 那可就是我魂飞魄散的下场 再惨不外乎是个死 还不如一拼呢 堵了 我一咬牙 直接从腰间摘下发销印 放在一旁的树旁 树林里 灯石刮起一阵阴风 有一些不审粗壮的树 甚至咔嚓一下 就直接断掉了 看到这一幕 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我了个天哪 这到底是一味什么样的存在呀 他娘的 光出个场 就这么拉风 还飞沙走石的 一时间 我有些迷糊 我认识的人里面 似乎最牛逼的应该就是青衣了 这样的人我真的不认识 如果认识的话 我对他一定是会印象特别深刻 怎么可能一时半会儿的想不起来呢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山林深处 一道乌光忽然对我这边冲来 来得很快 就在我刚看到那一瞬间 那乌光就已经冲进我的身体之中 然后 让我惊恐的事情 发生了 我竟然不能动了 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我能清清楚楚看到 甚至感觉到周围的一切 可就是无法控制我的身体 甚至是抬一下手臂都做不到 想说话也做不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要害怕 是我在控制你的身体 那道女生又一次想起 只不过这一次 是通过我的嘴发出来的 而我 就成为一个聆听者了 更不要反抗 如果排斥我的话 会对你的身体 造成一定的损伤的 等我离开以后 或许会有一些小小的后遗症 你听他这话 我立马掐断脑子里任何想法 不敢有丝毫的妄动 动了就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又不傻 这时候那些阴兵 已经距离我不足十步远的地方 我的心也掉在嗓子眼里 然后 然后 我感觉自己飞起来了 没错 就是飞起来了 我的身体 在那个女子控制下 直接站了起来 然后 双腿在地上狠狠一蹬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这一脚 在地上愣是踏出一个 能埋脚的深坑 紧接着我整个人 借力 蹬势横飞起来 哦不 应该是跳起来 不过 这跳得实在太高了 足足两三米高 所以 我感觉自己是在飞 就连我都有些惊叹 自己的能耐 哥们儿 啥时候有这样的潜力啊 要是早知道的话 我开那个古玩店干嘛 早进军NBA当球星去了 绝对能红遍世界 他娘的 科比和我比 都有点排马难及 还长那么大个 结果才能在罚球线上 起跳扣篮 就哥们儿这弹跳力 信不信 直接干三分线上 就起跳扣篮了 就在我心中 一个劲自我陶醉的时候 那女子 竟然操控我的身体 足足横跃三四身迷远 然后 直接落进了 成千上万阴兵 组成的汪洋之中 我想尖叫 如果我可以说话的话 我就像是一个坐在 马路杀手的车上的乘客 身上限速在急速狂飙着 这姑奶奶 哥们儿刚刚好不容易 再杀出来 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 不过就在我这念头 刚刚冒出的时候 我顿时就收回了 因为那个女子控制我的身体 已经向四周阴兵发起了进攻 一胳膊就夹住十几个阴兵 刺过的长矛 撕拉一下 将长矛紧束折断 然后手握摆臂刀 往前印 顿时十几个阴兵 被杀成黑烟 我被这一手完全惊住了 这也太猛了吧 而这个时候 那神秘女子 已经控制着我的身体 开始四处地掠杀 纵横百合所过之处 阴兵纷纷被干争黑烟 简直是一个勇猛无敌的 超级汉将一般 攻杀手段大海大河 生猛的简直是一塌糊涂 我原本掉着的心 这时候也终于放了下来 看来这一次我是赌对了 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 请来这么一个 吊炸天的高手 我还要是挂扬的话 还真有些说不过去了 实在是 我这时候 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没法扭头 去看看罗莎的脸色 要不然 我倒是真的 挺想虚荣一把的 我彻底将自己的身体 交给这个神秘女子 任由她操控着我的身体 在阴兵之中纵横起来 就这样 足足过了十多分钟 远方的山坡上 陡然传出一道七里长蚝 那个时候 那神秘女子操控我的身体 转过头 看向对面小山坡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 那边场景了 月光之下 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 傲立于山坡之上 因为距离远 我看不到她的脸 但是从那体型 我就一眼看出 那个站在小山坡上的人 正是轻衣 此时 她右手倒提一把剑 左手拎着一颗圆滚滚的东西 虽然看不清 但是从形状上 不看得出 那似乎是一颗头颅 轻衣缓缓将那颗头颅提了起来 紧接着便是一声大鹤 耳等降临 已被我斩鱼见下 还不速速退去 这一声大鹤气势十足 声音在山林中传荡出去很远 我听得是清清楚楚的 那些阴兵开始乱了 尖叫声 惨叫声 铺天盖地 哗啦啦一下子全部涌进山林里 眨眼间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看着这一幕 我心中仍旧有种 犹如身在梦中的感觉 仿佛眼前这一切 都不是真实的一般 那些阴兵给我造成的心理压力真是太大了 倒不说他们有多厉害 关键是数量太多 铺天盖地往上一铺 天王老子来了 估计也只有拍拍屁股跑路的份 我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这些阴兵 秀极斑驳的长矛之下 眼下 那些阴兵一下子离开了 我感觉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 你已经安全了 那控制我身体的女子忽然开口说道 我也该走了 临别之前提醒你一下 距离月底已经没多长时间了 眼下你闯过这一关 接下来暂时不会再有生命之忧 记住 一定要在月底时候进入古墓 否则你会出事 就连我也无法救你了 说完一股黑气从我头顶飘出 一下子消失了 下一刻 我感觉自己终于能动 身上的力气一下子被抽走 腿一软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山风吹来 我顿舍浑身一个机灵 然后对着山林吼道 你到底是谁 可是 山中没有丝毫的回应 过了两久 你到女生才再一次 在我心中想起 我们还会见面的 下一次见面 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那女子说完这一句之后 就彻底没声音了 任由我如何呼喊 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对这个 有着我很熟悉的声音的女子 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好奇 不管她到底是不是活人 我都特别想见她一面 可惜看来 她已经离开了 下一次见面 会是什么时候呢 是我进入秦陵古墓的时候吗 我心中充满了疑惑 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救我呢 我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甚至连肩膀的疼痛都忘记了 现在我的脑子里出了疑惑 我还是疑惑 仿佛自从收到那把百臂刀之后 我的命运就一下子 掉进一个泥潭之中 不可自拔 但是又充满了重重迷雾 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过了足足十多分钟功夫 我才终于渐渐回过神 咬牙挣扎地站起来 深深看了一眼 那树林 在心中默默说了一句 那就下一次见吧 救过我的 异性女郎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又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